比如说那我朋友骗我太不能接受了 其实要么是你朋友是个骗子 他明知道他就想在你这挣钱 要么他也被人骗了 他也被骗子给骗了 我说的是肯定有的朋友说那不对呀 最近你看咱们这个非常强调 叫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强调互联网家这种模式 那微商不是很好的互联网创业系统吗 你看现在很多人都在这儿 很多年轻人创业无门又没有本钱 在微商上一经营多好 自己还解决了就业问题了 还挣了钱了 而且咱们的媒体报道了很多正面的例子 比方浙江大学有个小伙子 人家专门建了一个微信朋友圈 说我这里卖水果比你门店要便宜30% 一小时以内送到货 所以半年就卖了300多万 是这样的正面力的适用 它说明微商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创新创业模式 但是问题就在 这里边有很多时候缺乏监管 现在还属于野蛮生长的状态 泥沙巨像 所以门槛一低在缺乏监管的时候一定是劣币驱逐良力 现在实时求是说这个微商它的前景很开阔 但是也没到了能够一统天下的程度 比方说很多人拿它和淘宝比 你就发现这里头双方是各有利弊的 现在来看咱们用精确术语讲 淘宝是红海 这个微商是蓝海 为啥这么说淘宝现在 它事实上门槛已经越来越高了 就不像一开始你开个网店那么容易了 尤其现在一些资本大鳄进入到淘宝领域之后 一些小商户过不下去了 纷纷被淘汰 已经被弄走了 第二个淘宝主要做的陌生人的生意 但是微商做的是熟人生意 是朋友圈 所以你要是从获得信任角度来讲 微商朋友圈要比淘宝各方面可信的多 哪怕它现在出现各种各样情况 你说你要信任人 你能信任陌生人吗 你肯定先信任朋友亲人 所以为什么有人觉得微商和传销挺像的 恰恰就是它利用熟人的信任来做生意 所以它的好的基础 比淘宝好的基础在于 它是有这个朋友的信任 再第三个呢 从这个基础的成本来看 现在淘宝的成本越来越高 你还得做广告干嘛呢 这个成本越来越高 盈利的空间已经很窄了 但是微商几乎没有啥门槛 我说像做一些 现代传统行业 传统生意 可能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的情况下 资金不足 包括就是说有很多方面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 但是微商的情况下 我感觉它属于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行业 一个立的预言 我刚才说 无论是物流成本呢 还是销售成本呢 还是广告成本呢 几乎利用微信的朋友圈 利用现代电信的这种高科技技术 轻人一举就跨过了 所以它小成本投入的特别低 像我刚才说家庭主妇公司白领 有些大学生没多少钱的 很容易就在这里边创业 一边干活 干自己本质工作 一边用这个挣外快 所以对于这个来讲 你看那个微商里边各种各样的 那些用心灵鸡汤方式吸引你进来 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意思投入还少 还快速支付 比方说你不要问 从我跟我一起干 能挣多少钱 你这还是给别人打工的 你只问你想挣多少钱 我这就是你的仓库 想挣多少 你得有雄心壮志 其实这就是用心灵鸡汤吸引你 它怎么吸引你呢 给你洗脑的 所以你看 在那个朋友圈里的经常有 要点击什么呀 要跟我干呢 你看我以前跟我干的都发了 现在你看你没跟我干亏了吧 就充满着诱惑力 用微商去操作 简单还是不简单 简单 非常的简单 为什么 咚咚手指就可以 王老师我也不知道该买什么 不重要 学会这三天 未来想再想买什么都可以 王老师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能够买我的东西 不重要 学会这三天 一靠心 自然有人跟你去买东西 各位三人 同意吗 同意 所以微商 它的门槛低 投入少 既有力 也有弊 所以这几个条件 造成现在来说 微商在一定程度 看起来比淘宝还要 所以这几个条件 都可以带起来比淘宝还要